这个迷之思念一定跟家庭背景有关系 那我就算今天开始什么都不干 我们家够不够养我这一辈子 衣食无忧没问题 而且再退一步讲 我是一个求生爱好者 从今天开始我出去流浪 就从今天开始我不参与任何社会价值创造了 我就开始流浪了 天天捡垃圾 我能保证自己非常健康的 活到至少五六十岁 我叫楼毕 北京人今年二十八岁 自媒体从业者 我父母都是清华的嘛 你知道有一个组织叫中国企家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就一共大概七十来个人 大家各种耳熟能详的那种爸爸 就是都在里面 俺爹在其中之一 我母亲就是在清华当老师 我小学上的是清华父小 那你就想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对吧 身边全都是高职家庭 然后就卷疯狂卷 身边的同学就一个人会五种乐器 然后说八门语言 奥数小天才什么科技小天才 遍地都是 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上初三 我的成绩一路都属于那种就中等偏下 甚至要么就垫底 我初二那年就数学一年没记过歌 因为我当时成绩差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当时我在把我几乎所有的经历全部投入在一个演出上 一个舞蹈剧 我就是男主加导演 然后加这所有都是我 就是那一年我基本上没干别的事 高三的时候就出学了 然后去创业 做了一家公司 当时我们那家公司是做在线英语培训 实在是太年轻 我们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整个公司平均年龄才19岁半 所以做了两年吧 然后那个公司就黄了 公司黄了之后呢 去美国上了个大学 上了一年半吧 然后就又退学了 然后回国工作之后 一直基本上这五六年从事的基本上都是自媒体行业 拿扇子最开始主要就是因为我出汗太多了 我特别怕热 然后最开始用那种小电风扇 但那个玩意劲不够 然后还得换电池 还得充电就很麻烦 然后后来就发现说 那你不如拿个这种扇子 然后他就对吗 劲儿又大 然后又不怕煤电 然后完了之后还能写个字 对吧 写个字还能装个逼 对吧 你这个feel就上来了嘛 他就还挺不错的 我到上高中之前 我对于我父母到底有多优秀 一直没概念 就我知道他们还挺不错 但我从来没觉得他说他们都牛逼 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就是那么大的企业家 好像应该很忙的 门是耶稣如飞 所以我父亲工作三十多年来 一直保持着说只要不出差 至少保证每星期在家吃三顿饭 晚饭 就是一个美好的正常的家庭 父母基本上没有强制我去学过什么东西 就我们家没有忘此成功这回事 就我父母从小到小他们对我的观点 就一以既往的观念就是 我希望你能成长为一个健康快乐的 能够决定自己人生道路的人 就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说 我希望你以后去哪上学 我希望你以后去哪工作 就然后完了之后 娶过什么样的女的 就从来都没有过 我特牛逼 你作为我的孩子 你怎么能不牛逼呢 我们家对我没有这种事情 就是我的名字叫楼逼 这个名字就是楼逼的意思 肯定有自嘲的成分在里面 对吧 但是我自己定位就是一个屌丝 就是我清楚地认识到 我自己的能力范围是什么 我超少女的 我少女心超强的 我这两天正在家看本宾小鹰呢 来向他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女儿 她叫土兔兔 还有一个甜兔兔在我前女友那儿 您单身多长时间了 今天几号了 25 那就是三个月零食五天 我身边认识的富二代吧 基本上一定要归纳的话 大概归纳成四种 就一种是大家最常见那种接班的 第二种是创业的 就是自己处理打天下的 第三种是顽固子弟 就是黑桃味 对夜店里面嘎嘎 那种那个对 857的那种 还有一种就是进体质或者大厂 我属于第二种吧 算创业的 创业者必备的素质就是拼嘛 你得拼啊 我们刚创业的时候 11年12年那个时候 哇那时候真没钱啊 那时候就是公司工资发不出来 融资也没到位 几个十几岁小孩子哪来的钱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住到我道口 然后楼下有家711 你知道这些便利店每天晚上 然后夜里的时候他们会处理 零期食品和过期食品 他们扔我们就剪 就这么吃 就吃饭就靠这个 找那种24小时营业的咖啡厅 我当时就有那种48小时不吃东西 跟着边躺两天 就没地去没地住 那就住那儿 所以秋天出去露营的时候 经常就会出现那种早上起来 然后因为天气特别的干燥 然后醒过来 然后嗓子就有一些疼 这种时候一般我就会砸起 这种时候一般我就会砸起 倒到这儿可以了 然后 拍到挤出来那一瞬间 效果会好一点 所以其实你是一个顶着二代的门头 但是其实过的是普通人的 经济上普通人的生活 我其实自己会这么说有点反尔赛 但是我自己其实会努力的把自己压得越低越好 我19年的时候当时有过一段时间 就是19年下半年 当时我同事在三家公司上班 就是同事打三份工 我们刚刚是公司有两间房 就是我们公司CEO 我们当时租了那个办公室之后 然后他就觉得说 这办公室可以 我其实可以住在这 对吧 我也不用来回跑 然后过了一个月 然后我就突然想说 你说这公司离我们家那么远 我每天打车来回 也又贵 然后坐地铁又挤 又累 对吧 那我也住公司不就完了吗 然后我就买了床床 我睡到旁边那个屋 然后我们俩就住在公司里 完了之后呢 然后我顺带着就想说 这个行和住都不花钱了 吃也别花钱了吧 我当时在我们公司吃百家饭 每天大家中午点完吃的 然后在那儿吃 我就在那儿等着 吃完的时候 哎 孙老师 吃完了吗 哎 我吃完了 孙老师 历历皆辛苦 剩下的吃的不要扔 哎 我们发挥余热 我就给你拿过来 哎 然后到后来就已经大家很自觉了 就每天到中午吃完饭 大家就把所有饭往我桌上一堆 然后大家就该干嘛干嘛去 然后每天我就吃大家 所有人的剩饭 那时候工作很忙 就真的零零七 那个时候是每天早上十点钟 我们公司上班 干到下午七点钟 七点钟下了班之后 我在通州那边那家公司 拍出来接 我拉到通州 然后晚上一般都是八点钟 一直干到十二点 一点两点 把我送回到我们公司 我睡觉 然后这是周一到周五 周五一般就是晚上下了班 直接打车去机场 飞上海 周末两天就是上海两天 基本四十八小时不睡觉 就这么连周轮 我想看看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面 你极限压缩到底能压成什么样 你这么辛苦 到底涂什么 涂的就是人事走一遭 就是轻松点的活 然后使劲点的活 自意忘为一点的活 然后摆烂的活 然后拼命的活 都是活 都想试试 我年纪比较大了之后 我父亲开始会带我去 就二十四五岁往后 比如说见一些知名的 大家都听说过的这些爸爸 可能带着我一块 对吧 去认识认识 吃个饭啊 什么的 会有 最强的感受就是都是人 一个都很厉害 对吧 有厉害到超乎想 没有 没有超乎我的想象 说实话 你见过的也不少 坐下来深聊的也不少 人家坐下来一聊聊一夜 深聊了两三点钟 有有不少 对吧 能聊出点东西 你能get到 人家很厉害 对吧 但没有厉害到时候 让我觉得说 这个厉害到我高不可及 没有 当然这个有可能是 因为就是人家 表达出了这种和爱 和爱可心的状态 给你一种错觉 对吧 我到今天我连简历都没有 就我没找过工作 我所有的工作 要么是自己创业 要么是别人请我 我的业务能力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我靠自己的本事 能够挣饭吃够了 这个迷之思念 一定跟家庭背景有关系 那我就算今天开始 什么都不干 我们家够不够养我这一辈子 衣食无忧没问题 而且再退一步讲 我是一个求生爱好者 而且是综合求生爱好者 就是包括了野外和城市 从今天开始我处于流浪 就从今天开始 我不参与任何社会价值创造了 我就开始流浪了 天天捡垃圾 我能保证自己非常健康的 活到至少五六十岁 距离徒步的时候 必须时刻补水 直接过 没有 这就是背在后面 然后这个管过来 直接搭在胸前 然后直接掏出来就能喝 对 就直接这么一脚 这种水 水当然还挺常见的 烤一点动漫 晚上我自己躺在帐篷里能看 比较正经一点的梦想 一个是做艺术 就是因为12岁那年 第一次看了Michael Jackson的MV之后 就是被震撼到了 你被震撼到之后 有了第一个梦想 他就会一直跟着你 就是艺术 觉得好伟大 我也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然后站在舞台上 多么的快乐 还有一个是教育 就是我16岁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我自己当不了艺术家 因为我觉得天赋不够 然后带孩子 给他们做培训 我培养出一个Michael Jackson 我也挺牛逼的 都中二嘛 觉得说我想改变这个世界 我觉得这个世界不够好 我希望大家都能过上 开心快乐的生活 这两天就是在家看这种纯爱少女们 看得我稀里哗啦的 看百变小鹰 前两天看哭了 就是支持在跟小狼讲说 他们多么喜欢小鹰的时候 就我哭得稀里哗啦的 好感动哦 谢谢大家